是 包雲吞 所以我們兩個戴上手套 裝備都搞好了 我們弄成這樣要做什麼 今天做大肉雲吞鮮沙薑浸雞 哦 厲害 好多彩 這就是我們的鮮雞 大鮮雞 很大隻 像是很大隻 哇 成六斤重的這隻雞 你真可笑 鮮鮮沙薑 這幾塊是雲吞 這幾塊我先包了雲吞 舅父 不用你教我懂 你這麼厲害 廣州的雲吞就是這樣包的 舅父 做一個最正宗的示範 廣州的雲吞就是這樣包 就行了 你不要看廣州包雲吞 知道嗎 你的雲吞一丟下去 微熟已經散了 廣州的雲吞 舅父 教一下後輩 剛才阿春說是用兩隻筷子 正宗的是用一隻筷子 在一隻角位 放上去 如果要不要入水 再多摺一摺 明白嗎 這樣 然後呢 平時有盆水 捻一捻一捻一捻 玩一捲 啊 我懂 你懂 你懂 到我了 但我給你 雖然我懂 但我給你 我真的可以 不過在剛才你繼續的指導之下 我更加有更多 你可以包含到就是我的動作 對 角度看不到 給你 你聽到嗎 春華 這個角球對自己 角球 哪個角對自己 捻上去 知道嗎 如果怕他耍的話 再捲一下 還有啊 看到平時有水 對 捻了點 這些呢 就這樣 啊 啊 很想扣那些台 可以嗎 我都可以 那他呢 就跟年初幾包 泥匙風 這麼常緊的女生 即是怎樣 當然不是這樣 你看 差不多樣了 交叉十指 交叉 我打領胎 差不多樣 你也是等我教你 李嘉昇 來 平時呢 就是用一隻筷子 入水浴 夠了 到個位那裡 我來 怕漏水 不是怕漏肉 下水就漏肉 到底 入水漏肉 對 這樣就擠多東西 擠多東西 然後呢 要捻捻點水 這個呢 平時有水 今次沒有了 今次沒有了 看下 這個就關鍵了 你可以用口水捻捻它的 嘩 看看水火上面 還可以的 剛剛想說它可以的 是吧 什麼 這些 這些魚頭 你看 你看 我這個賣相漂亮 可以拿 他這個做得不好 他這個做得不好 不如這樣 讓我做 這次做到 舅舅 加油 舅舅 加油 雲吞說這麼快 我們三個成班好了 是啊 真是人之醜 真的三個人合力之下 雲吞都搞定 這三個人有分數 是 接著是雞 雞 雞呢 方丈 調光水 斬斬 是 眉糖 醃它十分鐘 好 接著呢 將沙薑 是 文武果爆香 是 直接用山泉水 不用用什麼湯 先放雞 好 滾了之後收火 哦 接著你再放雲吞 哦 再滾一身之後收火 是 停留五分鐘 那不是有漂亮的雞 真的要嘗嘗 我們要找雞 我要找到我自己做的 你有幫助嗎 很難 太能及腰腫 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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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煎一口湯 如何呢 這顆蛋 哦 肯定是津華 我先認命 冷湯 煎一隻雞 這些是沙薑味 哦 哦 對 因為它是爆香 沙薑再製成這個湯 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吃雲吞 最重要的是 皮一定要夠過 是啊 夠滑 一些 這個就是咳一聲 進口 雖然是我做的 但是散了 但是皮是不變的 好的食材 不管怎樣做 它也是漂亮的 為什麼要先浸泡 因為它是吃回味 這個比較濃味 多了沙薑 三香 對 三香 剪雞是有點老的 因為剪雞 為什麼會老呢 因為它比麻雞 它養多幾十日 因為剪雞的生長期 是去到八、六、十日 所以特別它的肉 實正一點 是啊 實正 有雞味 你吃不吃 還有我覺得它的油更多 是啊 沒錯 但是要吃雞 如果不肥的話 雞一定要肥 還有蛋黃 只要雞肉在這裡 對 對 是 對 是 基本上是所有食材 都不會浪費的 很有層次的 水已經先試了 雞肉試了 對 還有一件事 我發現 我完全找不到 雞閘去了哪裏 只有雞肉在那裏 不如這樣吧 你到這裏 去找一下 有什麼就回答 好吧